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立法會回答議員質詢的時候提到 過去五年警隊有362人輕微遺跡 紀律言訊有235人 其中30人被隔職,勒令退休或辭職 刑事定罪就有100人 當中就有55人被勒令辭職 反修例示威以來有22人被訓斥 訓斥是屬行政措施 是懲處機制的起點 其中的四宗展開了紀律覆檢 那個找電單車去撞人的警長 剛才局長說這個訓斥是起點 原來起點就是他可以升職 你作為保安局長 是不是想著繼續做駝料 繼續違規違法違紀 繼續這麼邪惡 出賣靈魂 埋沒你的良心 出賣良心的是議員 數字告訴你有懲處 所以不可以說沒有懲處 這個已經是錯誤兼的誤導市民 他是可以去投訴 投訴的時候 就會公平公正處理 也有議員關注警方擺的鐵馬和水馬 阻礙殘疾人士通道 議員如果關心殘疾人士出入方面 就應該關心殘疾人士的設施 大聲疾呼 譴責暴徒破壞殘疾人士設施的暴行 電梯好地地 他堵塞住他 你提出問題 我一提出問題 他就說什麼破壞 沒有東西破壞 中暴派一直都是美化中容 鼓吹這些街頭暴力 交通燈那個發聲 那個部分 很多都是被暴徒打爛了 我們看事情一定是看因果 因就是暴力 在暴力之下 產生不同的問題 都是影響了殘疾人士的 李家超又主動回應監警會報告 說留意到有些批評是不公道和偏頗 呼籲市民要看完整本報告 如果不是會被人誤導 至於退出監警會專家組的 Cliffard Stott 早前說會再自行讚寫報告 經歷著這10個月的事情 你和我的證據和判斷 給任何一個 只是逗留在香港四天的人 我想都不需要說 有線烈士記者王浩然報道